在创作这一幅画的时候 因为我也想要在跟之前的一些作品 有一些不同 或者说有一些不一样的元素 让它有一个更多的一种场景感 所以说我在处理这幅画的时候 除了圆些的一些语音 跟这个圆形的一个光环以外 我还给它加入了一个本土的 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磁砖 我觉得在新加坡在南亚这一带 除了风景或者说它的一个借助 它其中包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磁砖 我觉得它磁砖沉淀了它的一个文化的内涵 其实狮子它本身也是属于一种一个民族的 或者说是一个地区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融合 特别像新加坡这一边属于奶狮比较多 像中国那边是北施 所以南施它我觉得就是接近于南方 或接近于南亚的一种文化的一种 一种潮塞或者广州一些福建这些文化的一种融合的体系 就像娘儿一样它也是从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结合 所以我想慢慢的让我的作品更多的结合到本地的文化道中去 我觉得这样的话 让人家在观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会带有一种情感 一种归宿感 我觉得艺术它本身也是在创组过程当中也会因地而变 就是说可能我是从中国过来 但我觉得居住在这边十多年之后 我越来越觉得被这边的文化人文各个方面所影响 这是我的一种改变 但是我觉得要从我的作品当中来体现出来 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一种本身的一种成长的一种展现 所以说我觉得可以慢慢的尝试当中更多的去挖掘对本地文化的一些 它的一些特征也好 一种内涵也好 我也希望更多的展现在我的作品当中 谢谢